字幕提供 同時在線上做剪接 然後產生新的影像產品的網站 然後村長就去找了一個網站叫做 Pumpcom Webpacker 那他就是可以在網路上抓一些素材 然後在他的網站上 他的網頁上面做剪接 然後那我昨天我們下午就稍微用了一下 然後跟我們 有一些我們沒有想到的功能 那有些我們想要的功能還沒有 那現在就是來講一下 昨天研究的結果 然後那個打開 那個WenMaker之後 大家先那個 簡介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匯入素材 那他的素材的匯入是全部都是 從別的網站上面抓過來的 那就是先找 先找YouTube或是其他東西 是誰 那我先再問一下 那他 我們就隨便撈一個網址出來 那他 我們就隨便撈一個網址出來 這邊拿一個檔案出來 然後在這邊加入 然後它的素材庫裡面就有這個影片 然後那個 但是它的素材就是 就是像我們一般的 一般的剪接欄 就是你的檔案都在電腦裡面 然後你就拉進來 那你在剪接的時候就是直接 就是會直接跟蹤到那個檔案 那可是它把這個東西拉進來 其實它是沒有把檔案抓下來的 然後 那我們在上面做的所有變動 到最後那個運算出來之後 它也沒有運算出一個 它也是弄成一個新的影片檔 然後它 它是用那個 呃 就等於大家看到的東西 其實就是不但是在看預覽 然後就不是在 不是在看一個新的影片 那這個東西就是 嗯 我自己覺得有些好處 有些好處跟壞處 那那個 主要好處就是 規避版權 然後 規避版權的問題 然後可以審他們的 主機資源 反正說審主機資源也太準確 因為其實它的 運算完全是在我們電腦裡面完成的 然後 那它相對有一個快速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 那個素材的那個 解析度 然後 就會變成我們如果想要做 那個品質比較好的成品 就沒有辦法 然後那個 那因為 它的運算其實是用我們自己的 電腦的資源來做的 然後就會變成你的 電腦的硬體會 影響到你剪接的效率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的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所有變動的 東西 可能說做完變動之後 它又可以組成一個轉按 然後它就跳出一個網址 那 那這個東西的話是 它在網上是完全開放的 所以就是有 你這個網址的人 它都可以 點進去 然後 那個接續你本來剪接的內容去 那在這邊 在這邊剪接的東西 它會再產生一個 新的那個 剪接的資料檔案 然後 就 就不是把本來的覆蓋 更新過去 那這樣 這樣好處就是可以保留 本來 每一個人剪接的內容 那你剪接的東西不會 因為別人更動了之後 就 就被改過 等一下那這樣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如果我們要 想很多人去點一個檔案的話 就是 就是一個人做完 或他還要再 人肉更新那個 新的 新的網址給 下一棒去用 然後會比較麻煩 那 那個就會有點像是我們 不是用網路作業的時候 就是 就是大家在單機 做完自己的剪接 然後把剪接檔 把剪接檔丟給你的下一棒 就是 就是大家在電腦裡面 都有同樣的影片 跟同樣的路徑 然後再丟過去 那這樣還是可以結局 當然就是會比較 麻煩一點 然後 那因為我們的目標 是想要 讓大家可以 群組 群組 然後 那個 大家用 自己的不一樣的傳傳去 做同一個簡介 那所以應該是 過程要的 形態也是比較好 然後那個 那最主要是 剪接的檔案 他其實沒有 輸出一個新的影片 然後就是 就是另外一個 他看檔案的時候 他是 他看的其實就是 你的 那個編輯檔 那一樣等於說 他用你的電腦去運算 那個編輯檔的內容 然後 等於就是 review 那這樣好處就是 其實他 他所有的 內容都沒有用到 他們網站的 本身的任何資源 那都是我們這邊 使用者本身 在 在消耗我們自己的 因體這邊的資源 然後 那這個東西會 有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素材都是從網路上 即時找的 那所以那個素材 如果那個檔案 本身被移除的話 那你的 東西就變成 中間會有 不見 他有一個功能 是可以看你的 那個 剪接的原始碼 那這東西我看不到 所以我不知道能 做什麼 就打開看 然後也 不是直接在它上面 開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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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有些是 緊接的功能 好 那我們比較需要的東西 就是 有一個主機 然後可以把素材都 上傳上去 然後 那 所有事情都在那上面 完成 然後 那這樣子是 比較方便多工作業 然後 完成品跟 完成品的品質 可以比較高 但是就是會 應該會比較花錢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們 希望可以設定一個 群組的 名單 然後大家一起來 就是 分工合作 然後 那這樣的話 可能就會變成 又多一個 註冊的 機制 然後那個 那 剪接的功能 其實它的 WinMaker是蠻陽尊的 那如果我們是 以一個新聞網站 來看的話 就是 希望至少可以 有一個 加字幕的Bub 或是具備的功能 好 謝謝